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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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私信 在此全身住宿權 強制住宿也許不是那麼嚴重的一個問題 但是他們住宿的品質是什麼樣子 他們住宿 兩個人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可能不到三坪大 但居然收到了一萬六千塊錢 一個人要繳八千塊 就我了解喔 在周圍的地方住宿 每一坪正常的單價是不可能超過兩千 但是這一群學生們居然被學校運用這種強制的手法 一坪收到五千塊錢之多 我覺得這是這個學校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招收國際生跟陸生進行跨國交流是一件好事情 在我們班上現在很多的國際生跟陸生出現了 我們也覺得對整個教學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學校是透過這種方法來超收 來坑殺他們 來把他們當作一種賺錢的工具 把它當作學校的提款機 我覺得是一個大學非常齒入的一件事情 我們很擔心四星大學會成為各大學的典範 教育部雖然現在在管制學費 所以外籍生的學費 他們不能夠超收太多 大概是六萬元一學期 但他們居然放任 學校透過這樣子超收宿舍費的方法 來盡一步牟利 我們要試問如果這樣子可以的話 那豈不是未來學校只要假借這種瞑目 他愛多收多少錢都可以了嗎 他導致的結果甚至進一步惡化 他也會導致一個階級篩選 我們學生的來源 我們希望不是因為他的設計背景 而選擇要不要來台灣念書 而很單純是因為他喜不喜歡 錢來這個地方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 如果費用變得這麼的貴 豈不是未來能來了 也只會是中產階級的學生 這對於整個高等教育的交流 跟學習的進步 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情 第一點是 事情應該激情面對學生住宿問題 以及增設學生宿舍 然後再來是 不應超收陸生的住宿費 應比照校內收費標準 然後再來是 世新大學校方針對既有的陸生宿舍 例如世新山莊 世新會館 小九份宿舍 紅樓宿舍 寶慶街宿舍等 都應該要詳細說明他們的產權 還有他的原始租金違和 來公開這些資料 然後讓我們平顯見到這些資料公開透明之後 然後沒有剝削陸生的問題 大部分的私校都會說 他們遇到了燒子化危機之後 很多學校註冊率不夠 遠低於他們自己想像的一些 可是世新算是一個註冊率非常高的學校 而且他們行之有年了 很早就開始一個訊息 提供陸生招生的訊息 所以我們五六年來都做得非常好 而且是大量招收 而且具有規模型的 我們甚至在上海還有分校 五年前 六年前 大概五六十人 然後到現在已經成長到近七百人 然後這是一個滿大的數字 可是也對學校的收益來講是一個大收 因為它甚至這些陸生的名額 不算在全校的學生的統計的數字裡面 就是如果說一算私生比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一般教教的都會說 學生跟老師的比例是多少 然後對教學比例是不一樣等等 然後陸生是被另外計算的 所以我們這部分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教育部官方法 這些都可以拿過來參考一下 因為助生一增加之後 每個教室裡面的人口就會增加 對教學品質來說 因為額外增加的名額 對老師教學其實還是一個負擔 然後你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 而不是說把它排除在外 就可以進去一切了 要把它納進來考慮 少數這個有既定立場 那個整天沒事做要搗蛋的人的那些扭曲式的這些話 就是如果你不照一個市價公平的市價去租給他的話 我們本地的同學又會有相對剝落感 然後又會認為說他侵蝕了我們的資源 因為大陸的學生他哪有個學企 你不可能叫他花兩個禮拜去找訴訟 所以我們提供這個訴訟給他是義務 不是強制 但是我們這些少數學生把它解釋成說 我們強迫他一定要住 不但沒有剝削 還是這個東西我們完全是收支之間 反而是學校要花一點基本的成本 比如說你租來的數字 都要整修一下 你要花錢去整修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定價並沒有高於市價 外面你們各位都可以去打聽這些套房 同樣的格局 沒有電視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剛剛講的一些額外的設備 所以你都要五千塊到七千五百塊 我們大家有住宿的小朋友去住宿看 今天早上剛剛來之前 好幾個媒體打電話給我 我跟他說的是我是有點不耐 但是我是覺得說這個 以這個例子來講 我就覺得我們的新聞教育 我們真的要加強 我們真的要加強 我們這個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擋住那些導彈的 或是擋住那些亂七八糟的人的 他的話語權 但是我們最少我們在報索的時候 一定要忠實 一定要查證 那這個是我對新聞系的 算是一個鼓勵 才有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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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